欢迎大家来到 欢迎大家来到 欢迎大家来看到这里 这里头有写 不要说这个是我讲的 放大来看 这里所谓的低量 低周转率 还有包括低本益比 这样3D的困境 那因为这个所谓的 一个台股被剥皮了 来 它还特别详述 第一层皮是什么 第一层皮是上市贵公司的 引所税 还有包括第二层皮 就未来股东扣提税率 要把它给责办 还有包括第三层皮 二代健保补充费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孔陷3D 那这个所谓的一个孔陷3D呢 这个样子的抗疫情况 还有需要抗疫吗 真的有需要抗疫吗 看到台股 台股有跌吗 台股都没跌 有什么好抗疫的 可见那些东西 根本就不是利空 来看到 台经院的事情 股力减半敌减 冲击大过与正所税 大过与正所税 比当初所谓提出正所税 台股因此还下跌呢 那你看现在不是已经 几乎木与成舟了吗 木与成舟的情况 是要你说大过正所税 请问台股有下跌吗 台股有下跌吗 没跌 不是只有今天涨而已 不是只有今天涨而已 来看到 台股这一波这个样子 有跌有涨 不过认真看起来的话 真的要佩服它 要佩服它 这神无奇迹 真的台股下跌的话 你看到真的跌 好比是跌两天而已 好比是跌两天而已 这么涨 从这个地方 这个样子 税部拉起来之后 到现在目前进行 多久了 16个交易日 跌两天 已经拉起来 16个交易日 到今天盘中高点8626 距离最高点8668 剩下多少 不到50点之差 不到50点之差 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要说 现在目前这个利空 大过阵所税 然后抗议这个政府 万万不可这个样子实施 有用吗 没用啦 对不对 台股既然能涨的情况之下 你要抗议它做什么呢 抗议它做什么 大家乖乖接受吧 除非这个行情怎么样 没关系 这个等下半场 还会再来告诉你 我们今天进来讲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我在节目当中常跟大家分享的 亲地则无子 来看到 在股市孙子兵把八五与九地里头翻过来 九地片里头所讲的亲地则无子 不过我相信 同时的观众们 有人还是一知半觉 那我都希望看我的节目同时 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那么举例来做说明 比方说 在这个假日 我不是呢 有一档个股图结跟大家分享了吗 那有很多来电来索取的 对这档个股当然就很清楚了 那么在这当中呢 我就以这个所谓亲地来做形容 你可以看到这档个股 在家里跟你分享是不是这档个股 那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这里是当初的一个小亲地 后来做突破之后 股价就给你冲到六十块半来的 这是周鸡线图 那你再看到 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块小亲地 似乎要做突破了 但是突破之后呢 还有一块大亲地 面临那么多到亲地 到底这档个股是看了还是看坏的 那仿佛是在看坏它一样 那我不是别误会 这档个股的前景 未来前景是看好的 前景是在干嘛的呢 比方说了 前景是在干嘛的 来看到 今天出了一个报纸 干细胞越来越夯了 林医手跟玄明志两个要结盟 结盟干嘛 合资白亿元 要建造台湾最大干细胞储存中心 跟这个家伙有关系的 跟这个家伙大有关系啊 是不是 这种情况之下 余苏这个股价在今天 它应该怎么样 它应该怎么样 应该要上涨啊 应该要上涨 有没有涨 有涨 来 有没有涨 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嘛 你看到呢 这个是在假日的时候 我跟你图解 日K线 哪一档个股 日K线啊 那么这一档个股呢 在上个礼拜五 它就涨了 涨到49.95 那在礼拜五涨起来 是因为什么 礼拜五涨起来的情况是因为呢 传出一个消息嘛 什么消息 这个消息一大早已知了 就关于呢 这个大陆一胎化的一个开放嘛 也就是说 单独二胎 这个东西呢 已经定案了 余苏呢 它就涨起来 这个跟它也有关系 跟它也有关系 举凡人 人的生命 跟它都有关系 那所以当时股价涨起来 同时我跟你计算 就这个日K线里头 反弹第三关在哪里 51.2 51.2 来一步一步接近哦 那么今天呢 在一面干细胞消息 它又站起来 又创高 来到50.5 来到50.5 更加接近呢 那一套关卡51.2 但是来 你仔细看 放它来看 这个样子 留了一个场场上影线 上个礼拜 我冲起来 留场场上影线 那今天冲起来 它又留一个场场上影线 那这个样子有批用吗 是不是 这个所谓关卡 51.2都还没到呢 还没到你就静观情缺了 还没到你就静观情缺 为什么这个样子 跟它呢 历史的一个走势 往往都有惯性 这档个股 关系在哪里 每一次接近关卡呢 它就来给你一个 静观情缺 比方说 你现在晓得一件事了 这个阶段里头 第三小关 第三小关是 51.2 还没到吗 静观情缺 之前高点60.5 之前高点60.5 来看到 这个周K里头 更大背景里头 算给你看 更大背景周K 县图里头 第三关是61.7 那之前来到60.5 一样静观情缺 还没摸到 它就回头了 再来你看到 这个高点98.5 也一样 这个就必须看到月K县了 月K县里头 当时挂牌 天价是229块 曾经到底到28.5 给它来个大反弹 第三大关在哪 103 当时来到98.5 一样静观情缺 是啊 这样看起来 每一次都静观情缺 似乎呢 这个家伙没有什么路用一样 倒不是这个样子讲 我也告诉过大家 这档各国如果看好它的话 除了你必须对它基本面前景 要有所了解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你看那个技术面 技术面里头 你看到我在这个架子 送给你的这张图结里头 你会看到 这个底部 这个底部盘底 不断反布在盘底的情况 请问这是什么底 这是什么底 大家看到吗 在世纪通空大图件里头 从头搬到尾 你会发现 没有这样的一个底形 没有这样的一个底形 那没有这样的底形 并不是说 那它就不是底 真要形容的话 不能用形态学 用什么 看到 你要什么来形容它 古四孙子兵法 古四孙子兵法 才有办法形容它 形容它为什么呢 来看到这里头有一篇 第五篇宾四篇讲到了 事如章弩 劫如激发 事如章弩 劫激发 什么叫事如章弩 章弩呢 就是那个所谓的 这个弓 你一把弓弩呢 那弓弩你要开始 准备要射箭的情况之下 要先把这个弓弩试试看 把它拉一下 拉一下 那个旋要这样拉一下 拉一下 让它具有弹性 对不对 事如章弩 你看到 是不是好像在拉那个弓 好像在拉那个弓 一次 两次 三次 这样不断在拉它 不断在拉它 是不是代表结果长了呢 不见得 最终必须怎么样 节如激发 事如章弩之后 必须要看到哪一天呢 节如激发 而对它来讲的话 节如激发 我说那个要点在哪里 就是必须要突破那个青地 突破青地之后 来一个青地则无子 来一个青地则无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嘛 这个是假日送给你的 你可以看到 就算这个小青地 给它突破之后 还有这么一道大青地 那么这一道大青地 如果到今天最新的一个情况 来看到 你就可以发现了嘛 来那块大青地就这一个嘛 连接这两个高点之后 就这一条 这一条 那今天不是呢 给它拉到哪里 50.5吗 50.5你可以看到 放大一点来看 那不是就在这个地方吗 不是就在这个地方吗 所以呢 它在今天没有办法收割 而是留下个什么 上影线 那就算 你这里在突破的情况之下 因为当初的一个高点 来到60.5了 你必须再多画一条 再多画一条 那说过了这一条 很有意思了 再过这一条的话 会不会因此叫破浅而出呢 破浅而出 然后怎么样 你要这个样子的话 我说过都必须要有想象力了 技术面跟这个说基本面前景 必须要做一个结合 那这个想象力来自于哪里呢 来看到嘛 今天报纸报的了 干细胞很夯 林立小跟学名字结盟 为什么他们要合资白语元呢 来建造台湾最大干细胞储存中心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来看到跟我们的中研院院长 就是这一位 翁启会 这个翁启会 他在进行糖分子工业革命 发明一锅是合成法 因此还得奖 得到不是诺贝尔奖 这个沃尔夫奖 这个是以色列颁发给他的 改天不排除因此还会得到什么诺贝尔奖 有可能哦 不是开玩笑的 那么看到我们中研院院长翁启会 他在提出什么 他在跟我们讲 所谓的药物革命免疫疗法 药物革命进入到免疫疗法了 在化学药跟蛋白质新疆之后 第三个地平线世代革命 免疫疗法透过特定药物 在训练增加人体免疫细胞 毒杀细菌甚至癌细胞 这个是糖科学创造癌症的疫苗 以后台湾可能都有这个能力 那话说回来 刚刚讲的是干细胞 干细胞还不是在制造所谓 这个所谓癌症疫苗的 不过跟他所讲的 这个药物革命 或者预防医学大有关系 翁启会他提出了 未来四大创新领域 比方在资讯面要看什么 在制造面要看什么 在能源方面要看什么 还有医疗领域 来就是基因解码跟预防医学 基因解码跟预防医学 所以回过头来 跟你今天所看到这份报纸 为什么他们要这个样子干 干细胞 为什么要干细胞 对不对 跟翁启会他所提出的东西 大有关联 大有关联 小不小的 那么这么说起来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合资百亿 也就是去投资 刚刚所讲的那家公司吗 不是 不是投资他 那不是投资他的话 那一档个股有什么好高兴的 是不是 只是人家找了一个竞争对手 给他而已嘛 他要怎么破检而出呢 话不是这个样子讲嘛 代表说呢 他所从事的 这一家国内的先驱呢 他这个方向并没有错 他这个方向没有错啊 是不是 因此人家现在要做这一方面的东西 对他来讲的话改天 他也可以跟着水上船高啦 晓不晓得 这个就好比什么原理呢 好比说你可以看到 一个很有意思的嘛 这个东西我们讲了好几天 大家都很清楚了 这一则新闻 Basebook的这个查克伯格 现在他们花了190亿美金 要把这个库姆的WhatsApp 把它诟病下来 对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新闻了 大家都知道了 190亿 有人说这个外星人该出的一个天价 来我要讲的是一个水上船高啦 你知道在这个所谓通讯软体里头 即使通讯软体里头 那现在全球来讲到最有名的 除了WhatsApp还有什么 还有包括WeChat 这个所谓大陆的 还有包括什么 我们台湾人最爱用的LINE 对不对 现在就传出一个消息来了 传出一个消息来了 来看到 现在台湾最爱用的LINE 这个LINE呢 说起来的话 它是属于 它的母公司是韩国的 韩国的 现在传说呢 获得软银入股 获得软银入股啦 那这个软银这个准备多少钱来买它 估计呢 它这个价值上干149亿美金 149亿美金 其实啦 之前我们在讲 这个第一大是WeChat 然后再第二大是LINE 第三大才是WhatsApp 但是我看到最近这个报道 因为这个变化很快啦 似乎这个WhatsApp 它现在用户已经超过LINE了 所以这个WhatsApp 这个样子值190亿美金 那管理这个LINE呢 就值149亿美金 有人是这个样子来估算 那这个说起来的话都是天价 不是就是所谓的水涨船膏嘛 谁要花这个大钱呢 软银的老板嘛 要来买它 对不对 那的呢 其实LINE 它本身是在这一个所谓 韩国母公司 在这一个日本的子公司 所创造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跟韩国跟日本大有关系 软银在哪里 软银来讲的话 这个身份也很特别 因为他这个老板嘛 他老板是谁 孙正义 刚刚他来买他身份最适合 为什么 大家看到吗 孙正义在之前呢 这个家制公益节目 全方理在家里头 跟大家介绍分享过的 孙正义呢 他现在除了是日本大电信公司之外 他不是开银行的 日本软银 软银控股公司 电信公司 不是开银行的 他也是雅虎的大股东 也是阿里巴巴大股东 那么这位孙正义 身份可特别了 请问一下 在之前我们不是在讲说 那到底是哪一国的 是日本的还是韩国的 到后来说起来的话 两者好像都是 母公司是韩国的 然后呢 他是在这个日本子公司 研发出来的嘛 那孙正义刚好 也情况很一样 孙正义现在是哪一国人 日本人 日本人 但是呢 请问一下 他的祖先 他的祖父啦 从哪来的 他的祖父是韩国来的 所以是属于韩裔的日本人 除此之外 我讲过他的故事 孙正义这个韩裔的一个日本人 在他功成名就之后 他对世界宣称 其实我们的老祖先 来自于中国 春秋时代 孙子 这个孙武家族 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他说呢 他们老祖先就是孙武啦 就是孙武 对对 原来他是孙子的后人 他孙子的后人 所以说 由他如果真的来买这个賴 这个可就有意思了 来 我们不用把这个话题给扯远了 我刚刚所讲的东西 就告诉你一个水上船高的一个道理 有人要出来这个样子呢 大笔投资干细胞 要来大笔投资干细胞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所想象的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没有告诉你 说这个是名牌 没有告诉你 它马上就要一杯中天 没有告诉你 它马上就要破浅而出 并没有 但是我让你了解一件事 这个东西叫做四族章虎 四族章虎要怎样解乳激发 你要把这个所谓大钦地给突破 大钦地把它一条一条给突破 当它有办法钦地走直 那一下子就遇失了 那一下子就遇失了 你要不了解 当然也希望不要那么急着就做突破了 如果后世对这个行情来讲 行情要真的要反转拉回的话 或许到时候你还可以捡到 便利货去投资好机会 了不了解 提供给大家不是要做名牌用 是改天 你是好好再去做追踪 好吗 但是话又说回来 说回来了 真的突破那个所谓的一个清地的话 真的这一下子 就有办法那么厉害吗 来你看到 将比方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明明突破下降趋势线 突破这个大清地 这个是周K 突破情况之下 请问一下股价 它就因此马步停蹄 一路往上冲高吗 并没有 突破这么一些些来到这个地方之后 它就打住脚步了 为什么 所以我今天 趁今天节目来跟你分享一下 这样了解 并不是突破之后 保证它一定马步停蹄 往上飙 不是 它这个还必须有另外一个前提在哪里 还必须有一个前提 来 看到 在这个股市孙子兵法 85与9地里头 我们讲到一个东西 趋势线论清地则无值 来往下看 问题在清地的无子行径 本非义势 反而是止步的状况居多 就还没突破之前 就因为出入敌境 因为清地 肖像居士见就敌我交界 那一下子士气随家 但是军心轻浮 孙子才警示 不宜驻足 要么继续前行 否则部队一身返乡之情 要不了解 要么呢 你就不要停下 赶紧往上冲 要不然恐怕它就会回头 再做整理 但是你看这个家伙 你没回头人家已经突破 突破为什么呢 突破之后 它没有办法一杯冲天 来一个东西 来刚刚看的是这里 再来我一下看 清地通常是量大的交地 是要量大的交地 是不是 那也就是说你最起码的话 通常你到真的面临清地的时候 突破的话都是交地居多 但是不见得通常如此 要说那个时候 你偏偏就没量 偏偏没量的话 你还是死不上力 还是死不上力 你要等那个量来 要等那个量来 比方这个家伙 来突破清地之后 为什么停掉脚步 因为没量 从周K线上头 你也看得不清楚 但是如果看到它日K 它的日K里头 那里很明显发现没量 也明显发现这个没量 所以我画一个线头 画一个线头 不是我在保证 认它一定怎么样 而事实上你明白 它只要量来的话 这个个股对它来讲的话 就很容易攻 有量它就会攻 对不对 因为它已经突破清梯了 突破大清梯了 只要再来的话 又进入所谓的交地 有量它就可以攻 你们看到在之前 要攻之前 这一波要攻之前 也没量 没量量来之后它就攻 道理在这个地方 所以记得吗 昨天我们不是讲了另外一个主题 那个所谓这个乙步济平 有人量是太多 量太多不就是好事 像昨天讲 五峰已经累积这个涨幅多高了 累积涨幅多高了 几乎天天都外创新高 今天没有了 今天被处于分盘交易了 量太大的情况之下 还被处于分盘交易 股价因此到最后 五峰股价还没跌呢 我再讲一个道理 这个量太多的 怕它会出事 它要是拨一点量过来 在那个突破清梯还没涨 缺量的给它一些的话 不然那个家伙就涨起来 不是吗 那有人反过来关切 那五峰真的是要回头了吗 我们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我现在也出现吧 热门有根具 绅言且自律 对谈要礼遇 沟通才效率 原创要尊重 三思才当漏 平宽是共用 暢通才未送 Online任火星 必谈不攻击 自律同理心 手法好公民 Everybody理通 你好我好 大家好 Oh yea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相关疑问请播1922防疫专线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现场 最后我们稍微来讲一下五峰好了 五峰被处于这个翻版教育 来看到这个股价因此开低 没有一路走低 他根本都没看到跌停版 然后到最后居然还翻红 代表什么 代表他厉害了 代表他厉害了 对不对 总厉害是不是代表明天继续厉害呢 来看一下 如果在日K线图上头 昨天相当于是什么 昨天到161之后放大一点点来看 这里相当于是一个所谓倒梯字线 今天拉出一个 长长下眼线相当于是T7线 那么在K线13招当中 我们讲过一件事 当他在高档出现T加倒梯 出现T加倒梯 1489代表什么 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任何事 但是这种情况之下 当他拉到高档出现这种情况之下 1489后面倾向也如何 倾向也如何 有念过我K线13招的心里头 应该要先有个谱 要先有个谱 但是这个样子讲不断演出这档个股 他因此就完蛋了 比方说 这一个所谓的长线累积那么高 长幅这个还姑且不谈 单单我们看到最近的 最近就从这个地方来 从这个地方来的 来把它放大就刚刚你看到日K线这一段 99.9上来 那你可以注意到12345 对不对 如果这个样子构组 这个阶段需要用Poly 1 回档下来这里叫2 再来你看到最近到161 12345 如果这个样子构组所谓第三坡 假设这里阶段性 先给他在这个地方止住脚步 再做回档的话 不排除改天还会有一个5 也说不定 但是这种股票不是我在鼓吹鼓励大家去做多的 毕竟累积涨不那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随时都必须要小心为妙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真的需要量的像那个怕量太大 你知道吗武风当初又量大 在这里的时候量太大2万多张 当天从涨停打到跌停 当时的情况量太大会出事 当然相对来讲有人缺量 有人明明这个样子好端端的但缺量 缺量 这个缺量这个有量的情况之下都倾向你上攻啊 是不是所谓亲帝则无子嘛 那如果最后回过头来呢 要看一下大盘 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对我们台股大盘而言 崇哥我们都记得啊 之前你月黑线跟我们描绘过啊 上面这个两个高档连接下来 这一条也叫做亲帝啊 这一条这个叫亲帝啦 更正确的名称应该叫什么 叫做整帝 来看到 古色孙子变八五与九帝翻过来 一句话叫什么 整帝则无功 整帝则无功 他的一个邪度没有那么陡的情况之下 他好就当做亲帝或者真帝 两个都兼具这样的一个身份啊 是不是换他如果台股改天 过两天之后创高之后呢 就来个破检而出呢 破检而出有双关语啊 有人等待破检而出往上 要冲 当然是话说回来 有人如果给他破检而出的话 这种情况下指的 是你应有的动作吧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是陈彦博 每次极低冒险 安全是我的坚持 我喜欢冒险 但绝不冒险酒后驾车 只要喝酒 就应该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 我不喝酒 我当指定驾驶 负责开车送朋友 出来了 后找亲友接送 拜拜 拜拜 也可搭乘继承车 只要喝酒 就不开车 交通部关心您 黄社长传真情 一 半对数教学DVD 二 半对数讲义 三 半对数教学日刊 完整的技术推演 限时限量 那个级播 恰讯推薦02 27810909 278109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